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德萨尔习教堂受损 扎连司机此言报复 涡兰反攻受挫 调整战略打扫号战 普京汇劳申科 说涡兰反攻失败 华人神探衰退一祸 以下是新闻详细内容 向熟税的同伴Sincinnis 荷兰青年道出真相 星期二 一名荷兰青年游客 在西班牙的玛丽加岛 向一名熟岁的男子身上拉屎 今天他在荷兰共同日报上表示 现在他对自己这种值得羞耻和恶心行为深表协议 这个人是谁 受害人又是谁呢? 这个事件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 被国内外的媒体转载 荷兰媒体也广泛报道 这名25岁的男子现在在报纸上表示 这个事件被他带来一年前的死亡威胁 他几乎不敢再出门了 他说 我的生活彻底颠覆了 我所爱的人生活也是这样的 我甚至考虑过移民 这个男子说 这件事件的发生是和七个朋友在外出度假的最后一天 他在接受报纸采访时说 那天一大早上 当他和朋友坐在海滨度假胜利的海丹 和海滨大陆之间的舌头简架的时候 他已经喝了大约30瓶啤酒和20杯烈酒 当时有个同伴在睡觉 有人说 往他身上拉屎 他说 当时他觉得这个很有趣 所以就这样做了 这个团伏在意外的某一个人 拍摄了这段视频 并将他发布到社交平台上 一下子就诈评了 事件再次引起人们对主要来自英国、德国和荷兰的年轻游客 在马亚卡岛上造成滋予的关注 2020年当地出台了一项法律规定 在马亚卡岛 在街上行为不端 或者是饮酒的人 立刻被处以罚款 不过 到今年6月份 当地酒店和夜总会的老板 都抱怨这条法律 并没有得到好好的执行 日头 游客在海滩上 喝着从川湿禁卫尼的 廉价的酒精饮料 到晚上酒吧开门时 他们已经喝到命顶大醉 分不清楚东南西崩 希腊的山林大火 旅客要紧急捷离 由于希腊岛屿的山林火灾 荷兰多间旅游公司 取消了飞往罗德岛的独家航班 涂兰等多间公司在星期二之前 将不再把新的旅客 送到希腊旅游圣地罗德岛 希腊的外交部 在罗德岛的机场 设立了一个柜台 如果游客因为紧急疏散 而没有攜帶身份证件 可以在那里 获得临时旅行证件 那些不得不迅速逃离火场 而无时间攜帶行李商的人 也可以去那里求助 罗德岛受影响的地区 特别是东南部 现在已经被正式指定为灾难区 荷兰的灾难基金 今天下午发布了报告 说承认这些地区是灾难地区 这个意味着 这个基金可以布置在这个岛 东南部某些地区停留的旅行者的费用 以及旅行班次的调整 和回家的累费 不过 条件就是 预定行政的旅行社 必须随属于这个灾难基金 至于将旅客带回荷兰 主动权在旅行社方面 灾难基金会表示 旅游组织自行决定 哪些旅客必须撤离 这个取决于具体的情况 而旅游组织相互协调撤离航班 这个基金会解释 目前在罗德岛北部的人们 不一定必须返回 只要旅行社 或者当地政府认为这个没必要 如果是有必要的话 我们将做出新的决定 灾难基金在决定中指出 这个基金附属的旅游组织 现在必须考虑森林火灾的后果 特别是对星期六出发 或者可能仍然要出发的旅客 就要想过度过了 因此 这个基金不承担仍然将旅客 带到罗德岛的旅行社的 補偿费用 希纳已经设立了两个电话号码 供海外的求助者使用 森林火灾已经在这个岛上 肆虐了大约六天 主要发生在森林无纹人烟稀小的地区 但是昨天的大火蔓延到罗德岛的东南部 而很多旅客在那里度假 一些酒店也发生了火灾 由于风力较大 灭火的工作比较困难 居民和游客必须撤离 以防万一 涉及受影响地区的12个村庄 和所有的酒店 从今天早上以来 并没有新的疏散命令 目前 疏散的工作已经完成 当地的消防部队 目前的重点是破够火灾 这是希纳有史以来 最大规模的疏散行动 这个荷兰工党的大佬 刚刚发生了当选举领袖 被地方政党惡搞 荷兰佛莱佛兰省地方政党 Ongs的领导人表示 不小心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经过加工的 新穿着纳粹制服的工党政治家 帝莫曼斯的照片 这位领导人拉默斯 对地区媒体承认 这是个愚蠢的错误 计划成为工党选举领袖的帝莫曼斯 穿着电影中的希特勒服装 这个经过照片软件加工的图像 引起了当地政界同僚的不满 和Ongs共同执政的地方工党议会党团的支持者说 这次星期五在推特上发布的消息令人反感 不过 拉默斯告诉当地广播公司 他对这种大惊小怪感到惊讶 他说 他是从其他人那里看到了这条推文 因为留言下面有很有趣的反应就分享了 他说 我想分享别人的推文和图片 但是我不小心 只是分享了并没有上下文的图片 当我发现这个错误的时候 很快就删罪了 拉默斯表示 他只是想展示荷兰人是怎样看待这位工党承认的 不过实际上就是想唱衰工党 然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的蒂默曼斯 这个星期宣布 他希望在11月份的议会选举中 领导的工党和绿党 联合参选 提到沃兰的消息 欧德萨遇召教堂受损 扎连斯基此言报复 俄罗斯最新一论 对沃兰港口承识欧德萨的独弹集击 造成至少一个人死亡 15个人受伤 其中包括三民儿童 这个地区的州长基佩尔在社交文体上写到 不幸的是 俄罗斯夜间在 欧德萨发动的恐怖袭击 导致了一名平民的死亡 据基佩尔说 对这个港口城市的袭击 发生在当地时间 今早凌晨30点左右 造成三民儿童受伤 房屋受损 在社交文体上 可以看到历史悠久的 东正教大教堂 遭到严重破坏的支付片 据基佩方面说 俄罗斯专门针对港口的基础设施 目的是要让乌克兰的粮食出口 和控制黑海变得更加困难 乌克兰总统责任司机星日 上午通过社交媒体 马力评计俄罗斯 他写道 火箭袭击和平城市 住宅大桃堂 俄罗斯的邪恶并没有任何掩盖 一而己往 这种邪恶将会失败 而且肯定会遭到报复 他强调 俄罗斯的恐怖分子 将会感到这种报复 据乌兰空军说 从星期六的夜间到星期日的支援组 俄罗斯一共发射了19枚不同类型的导弹 其中有9枚被极落 乌兰媒体报道 一座历史悠久的东正教大教堂 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乌克兰反攻受挫 调整战略打消耗战 据军事专家说 乌克兰最初几周的反攻 伴随着严重的损失 换来的领土收益就相对较少 为此 乌克兰调整了南布图东部的战略 分析人士说 军队现在的重点 是耗尽俄斯军队的力量 而不是对前线的某个地方 进行大规模的集中攻击 这个战略体现在远离前线的反复攻击中 普京和劳卡申科会谈 说乌兰的反攻已经失败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劳卡申科 在星期日举行了新的回谈 两天之前 克里姆林攻警告 对其邻国和最亲密盟友的任何侵略 都被视为对俄罗斯的攻击 波罗兰这星期较早 决定在白俄罗斯边境附近部署部队 以应对阿加纳部队抵达这个国家 据白俄斯说 阿加纳在距离北约整个波罗边境几公里的地方 训练白俄罗斯特种部队 而克里姆林攻就表示 劳卡申科和普京 讨论进一步发展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这是阿加纳兵变事件之后 两个人的首次回眠 普京在俄罗斯圣比特布和劳卡申科举行回答时表示 烏克兰的反攻已经失败 劳卡申科不会让他的军队去到烏克兰作战 而是只会支持俄罗斯 他在2022年的二份 运动俄罗斯经过白俄罗斯入侵这个国家 此后两个国家加强了联合军事训练 而自6月份以来 俄罗斯的战术核武器也出现在这个国家 美国联邦法官21日裁定 知名的美国华裔刑证专家李昌玉 对于一中1985年谋杀案的审判过程 劣造证据负有责任 可能面临巨额赔偿 高达几千万美元 不过 当时这位华人神探还未出名 据美联社报道说 康乃迪克州西部的城镇 辛米尔福德 在1985年12月发生了中莫杀案 65岁的男子卡尔被发现陈斯加忠 身上中了27刀 而喉咙就被割断 头部遭受7次重击 事发之后 分别将18岁和17岁的柏奇 以克亨宁列为疑犯 检方在1989年审判时 出示李昌玉所提供的证据 他们两个人 分别被判处55年 和50年徒刑 坐监坐了30多年后 法官下令本案重新审判 柏奇在2019年获赛 而亨宁就在2018年获得缓刑 法官撤销两个人的重罪磨杀定绝后 2020年 这两个人就向法院提起错误定罪的诉讼 将李昌玉 8名警方调查人员 以及新米尔福德镇列为被告 联邦法院的法官博尔登 上星期五裁定 李昌玉当年并没有提供证据 支持自己的政治 比如说 除了陈述之行展开的检测 案件的记录 未有包含曾经进行这类检测的任何证据 等等 博尔登指出 李昌玉说他有针对毛巾进行血液反应的测试 但记录并没有任何显示 有做过这类测试 事实上 正如原告所指出的 李昌玉自己其他专家得出的结论 并没有书面的文件和照片的资料 证明李昌玉进行过血液的测试 此外 记录中有证据显示 实际进行的测试 并没有表明有血液 法官的最新裁决 使得警方人员 和新米尔福德镇 必须接受陪审团的审判 由于控告李昌玉的部分 原告请求的简易裁决已经获准 因此 陪审团要做的 就是要判他需要支付多少损失的赔偿金 好,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